紀錄 據菲律賓新聞網站Webler報導 印尼5月26日向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提出一項通知召喚 引用2016年海牙國際仲裁法庭 就南海仲裁案的裁決 反駁中國以九段線歷史權利 主張擁有南海主權的立場 印尼2010年7月曾向聯合國提出通知召喚 現在再重申當時的立場 這一點獲得南海仲裁案裁決的確認 南海仲裁案指的是荷蘭海牙國際仲裁法院 2016年就菲律賓控訴中國的九段線主張 違反國際海洋法公約的宣判 裁定菲律賓勝訴 除了印尼反對中共的主張 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國 也曾經作出類似反對 華府智庫、亞洲海市透明倡議組織主任波林表示 這次是首次有東盟國家公開支持南海仲裁案裁決 認為是東盟國家整合南海立場的重要一步 印尼和中國因為位於南海的立土立群島互譽問題 陷入長期緊張 波林說印尼官員已經就此推動了4年 現在看來推動的一方 星哥印尼內部在政治上畏懼中國的一方 有評論說 近年來的南海爭端 表面上是周邊各國的領土主權之爭 但是背後核心是中美軍事之爭 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之後 隨著中共在南海搞軍事基地 阻止其他國家的自由航行 中共成為種子之的 近年來中共不斷在南海填海造島 2016年初完成清理淤泥和堆填作業後 在南沙群島建立了7個新的島 準備將它們打造成可以停放戰機艦艇的前哨基地 中共還在永暑礁、主壁礁和美濟礁等 建立飛機庫、雷達以及通訊設施 中共在永興島的雲八雲書機 具備收集電子情報的能力 聯合早報曾經有文章說 美軍能夠隨意進入地球上任何海域 震懾區內敵國、保護盟友 所以美國不可能接受中共 試圖將它的軍艦拒駐南海門外 令它脆弱的東南亞盟友 獨力面對中國 特別在特朗普總統執政之後 不斷警告中共 有專家預測 5月29日白宮公告 等於變相宣布中美進入戰爭狀態 估計沒多久 美軍就會到南中國海 對中共的非法建築進行強策 中美軍事衝突也戰在原上 美國人的身份 東北海的生命中 和白宮公告 和白宮公告 海密的地球 在原來的根部 在原來的成績